反正是这个品牌的车我是不会再买了 作为一个第一代支持他们新能源发展的车主 真的是百感交集 我反正不会再买 前一段发个视频啊 我开着比亚迪这个坏道半路啊 这个我当时就说生气 我说这个以后再也不买比亚迪的车 但是呢 下面有很多人啊评论 说我拿着十几年前的这个比亚迪的技术 几单里边挑骨头 来这个评价这个十年后的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新能源技术 说让我有机会 这个搞一台方程豹 体验一下这个 现在的比亚迪的这个三电系统和新能源技术 我现在提过来了 谢谢 谢谢 此刻还是很激动的 因为毕竟啊 这个车一跟随你啊 从此刻开始起 可能在未来的十年甚至十多年几十万公里的三排旅程 就要靠它让我这个平安出发顺利回家 所以说希望它是一个值得我信赖的可靠的伙伴 所以说呢 我接下来的三排旅途就是靠方程豹 带我带我一起去领略大好河山 因为我始终 秉承的是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包括我开坦克四百 不到一年我跑六万多公里 我才去慢慢的说它的这个优势和缺点 因为这些东西你没有长期的这个驾驶体验 你根本就体验不出来 不像对有些车评人啊 试驾的一两次啊 看一些数据 然后就开始去点评了 我不这样啊 因为我是旅游博主 我又不是车评人 我所有的车辆都是我几万公里的里程 累积下来 我才有资格来进行评价的 我是真正的车主 对不对 我可以拿出对不对 我的坦克四百也有 方程豹也有 坦克三百也有 老唐比亚迪也有 比亚迪老唐也有 所以每一个车我都非常了解 你都而且每个我都开了对不对 最起码都是十几万公里 除了这个方程豹当提的 昨天提了车之后我就上高速一直在跑啊 我现在就一直跑到高速 城市道路和其他道路还没跑 这一次我就要从深圳出发啊 到成都 然后走318到拉萨 再到昌唐 再到新疆 这段路我可以说把国内所有的这种各种路况 我都体验一次 我然后呢 再来发表这一次长达一万公里的用车体验 我相信到时候就没有人跟我们抬杠了 是好是坏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我相信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一定能得出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见解和分析